7月24日因遭遇袭击而受伤的香港隐姓任达华在香港港安医院出院 任达华在下午1时在经理人霍文熙陪同下出院 记者现场见到任达华神情轻松 除了右手打了石膏以外 身体并无大碍 港安医院代表向其献花祝贺康复 据了解64岁的任达华7月20日在广东中山出席一项商业活动时 被陈姓凶徒持刀袭击 任达华被字后反应敏捷迅速闪避 凶徒仍穷追不舍 任达华和凶徒多次搏斗 伤及腹部和手部先在中山的医院进行手术 后转运到香港港安医院进行第二次手术 霍文琪表示任达华的手术很顺利 手部和腹部伤口的康复进度良好 任达华也连番感谢广东和香港的医护人员对他的关怀 中山那边的医护人员也很感谢香港这边的医护人员 也都很感谢英网公司他们悉心安排 因为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在中山的时候 他们中山的医护人员那边就很帮忙 根据广东中山警方发布的事件通报 经精神病学专家诊断 匈徒陈某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 而原先曾一度传出捅错人的消息 但警方审查后 陈某坦诚的确是故意拿刀伤害任达华 所持的凶器水果刀刀刃处还有些生锈 但任达华表示并不打算追究责任 只是想知道对方的行凶动机 任达华现场透露 手头工作已经全部压后 包括广告电影等 他希望在康复后快点重启演艺工作